欢迎大家收看汽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比亚迪、BYD离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公司越来越近了 今天的股市 2024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亚洲市场呈现出不同的走势 高速公路电动汽车充电点目标未达成 星期二简报 去风险化的问题 请大家收看 比亚迪、BYD离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公司越来越近了 CNN 根据一份股票交易所的文件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BYD 在2023年全球销量增长了62% 销售量超过了300万辆 该公司销售了157万辆电池电动汽车Beth和144万辆混合动力汽车 而特斯拉估计销售了180万辆Beth 这些数据表明 比亚迪正在缩小与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全球市场领导地位之间的差距 今天的股市 2024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亚洲市场呈现出不同的走势 美联社 周二 亚洲市场大多下跌 因为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出现疲软迹象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 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4% 中国恒大和龙湖集团等房地产开发商出现了显著下滑 中国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12月份调查显示 指数下降至49 表明需求疲软和经济形势严峻 然而 私营部门的调查显示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略有改善 达到50.8 高速公路电动汽车充电点目标未达成 BBC 根据故障救援服务提供商RAC的分析 英格兰目前只有四分之一的高速公路服务站 符合政府规定的最低要求 即配备六个快速或超快速电动汽车充电器 政府原本希望到2023年底 每个服务站都能达到这个充电器数量 去年11月 政府推出了一个用于超快速充电器的资金计划 并宣布了一系列 旨在加快规划系统和电网连接的改革措施 目前 快速充电点可以在大约35分钟那位车辆增加100英里的续航里程 星期二简报 纽约时报 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了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湖政府通过的一项限制法院权力的法律 这项备受争议的法律将阻止法官推翻政府部长的决定 引发了对宪法危机的担忧 这一裁决在过去一年里经历了大规模抗议和政治动荡的国家 引发了进一步的紧张局势 目前该国正处于加沙战争中 这一裁决可能导致最高司法机构与执政联盟之间的对峙 去风险化的问题 外交事务 西方领导人已经意识到 需要降低风险与中国相关的全球供应链 包括在清洁能源领域 然而成功降低与中国相关的风险的困难 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或传达 西方政府主要依赖补贴和金融支持来刺激国内制造业 但这种策略是不可持续的 可能导致补贴站和浪费开支 相反 西方政府应明确他们必须绝对支持的部门 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仔细考虑如何在成本上与中国竞争 他们应该专注于优先领域 并推动客户支持西方供应链 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主导地位 是西方的一个关键关切 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生产 部署和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西方必须专注于过度依赖中国的优先领域 和可以真实竞争的部门 简单的补贴成本差异 或禁止中国进口将不会有效 相反 必须通过客户和市场支持低成本 可扩展和可持续的采矿 加工和制造创新 西方还必须解决 对地球和商业的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为清洁能源技术的降价 降低了生产者的利润率 西方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 浪费了早期的领先优势 并帮助中国在该领域起步 中国在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 制造方面的主导地位 使得有意义的脱钩变得困难 中国的过剩产能 和对清洁能源供应链的投资 给价格带来压力 使得西方企业难以竞争 西方企业必须决定 是从中国购买更便宜的材料 还是押注于未经验证的新西方工厂 西方企业有一些优势 比如可以利用水电 和更环保的制造工艺 政府可以利用产业政策 使其市场为更可持续的供应链 支付略高的费用 并降低清洁能源公司的资本成本 然而 西方政府还必须考虑选民的反弹 和激励向清洁能源转变的成本 俄罗斯在普京发誓要报复后 用高超音速导弹 轰击乌克兰城市最新消息更新 英国美日电讯 在过夜的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城市后 数十名平民受伤 哈尔科夫一人死亡 至少41人在袭击中受伤 在基辅超过20人受伤 首都部分地区断电 乌克兰空军表示已击落所有无人机 但导弹攻击仍在继续 波兰已出动4架F-16战斗机保卫其领空 在袭击发生后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 如果俄罗斯赢得战争将会攻击其他国家 堪萨斯城实施交通更新 堪萨斯城地区高速公路上的事故 道路封闭和延误情况 雅虎 堪萨斯城新报引入了一款人工智能 AI机器人 为堪萨斯城地区生成交通报告 该机器人监控主要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 并生成最新信息的摘要 包括事故 道路封闭和故障车辆的详细信息 该机器人从堪萨斯交通部等来源收集信息 并以用户友好的格式呈现数据 用户可以访问显示受影响区域 和每个事件当前状态的地图 该机器人是该报纸 为读者提供更具活力和最新内容的实验的一部分 AI机器人使用TOMTOM的结构化数据生成报告 它从各种来源收集交通事故的信息 并将其应用于报纸记者创建的模板 然后 机器人生成事故的摘要 包括位置 受影响道路的长度 和报告事故的时间等详细信息 随着新信息的出现 报告将持续更新 该机器人旨在向用户提供 关于堪萨斯城地区交通事故的实时信息 它旨在通过提供 关于事故 道路封闭和其他事件的最新信息 帮助驾驶员避免拥堵和延误 该机器人还提供显示受影响区域 和每个事件当前状态的地图 该报纸希望该机器人 能成为其读者和订户的宝贵资源 为他们提供及时准确的交通状况信息 据报道 在华盛顿州一处热门海滩上 一名女子在车内睡觉时遭到性侵 澳洲ABC 西澳大利亚警方正在寻求 关于一起据称发生在埃斯佩兰斯附近的 暮光海滩的性侵案件的信息 两名一起旅行的女性在车里睡觉时 一名陌生人打开了车门 并对其中一人进行了侵犯 犯罪嫌疑人随后驾驶另一辆车 离开了该地区 警方敦促任何拥有案发时停车场信息 或录像的人前来提供线索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带给大家一些热门新闻的简报 首先是比亚迪 BYD 离超越特斯拉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公司 越来越近了 根据一份股票交易所的文件 比亚迪在2023年 全球销量增长了62% 销售量超过了300万辆 这些数据表明 比亚迪正在逐渐缩小 与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领域的 全球市场领导地位之间的差距 接下来是关于亚洲市场的走势 今天的股市呈现出不同的走势 大多数亚洲市场下跌 主要因为中国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 出现疲软迹象 这对香港和上海等地的股市 都带来了压力 这一情况可能与需求疲软 和经济形势严峻有关 在英格兰 高速公路电动汽车充电点目标未达成 根据故障救援服务提供商的分析 英格兰的高速公路服务站 未能达到政府规定的最低要求 即配备六个快速或超快速电动汽车充电器 政府推出了一项资金计划 以加快规划系统和电网连接的改革措施 但目前仍存在许多挑战 在国际政治方面 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了一项 限制法院权力的法律 引发了对宪法危机的担忧 这一裁决可能导致最高司法机构 与执政联盟之间的对峙 此外 俄罗斯在普京发誓要报复后 用高超音速导弹 轰击乌克兰城市 造成数十名平民受伤 这一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担忧 最后 堪萨斯城引入了一款人工智能 AI机器人 为该地区生成实时交通报告 这一创新将帮助驾驶员 避免交通拥堵和延误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简报 希望大家喜欢 接下来 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和观点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各位学生的参考 你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我去哪里 都可以通过电邮